真的不敢相信 人类不能吃人肉 原来并不是法律不允许的问题 而是刻在基因里的禁令 在人类诞生的那一刻 禁止人吃人的禁令 已经被安排潜伏在人类的基因里面 非常不可思议的是 这条潜藏在基因里的禁令 在没有出现人吃人的情况下 它完全就是人类基因的一部分 可当出现人类残食同类的情况后 它就会立刻发生变化 成为一种很可怕的病毒 对当事人做出极为严厉的惩罚 这条禁食人肉的禁令 就潜藏在人体的第二十号染色体之内的PRNP基因里面 并以普通的 被称为软蛋白的蛋白质的身份存在 在平常正常状态下 软蛋白完全就是人体和谐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当一个人吃了人肉 尤其是人脑后 其体内的软蛋白的结构就会发生折叠错误 虽然还是蛋白质 但它却摇身一变 成为一种名为软病毒的致命性病毒 它能迅速侵蚀人的大脑 让人在数天之内就发病 表现状态为一种无意识的发酵和癫狂 最终患者大脑 会被侵蚀的像一块充满孔洞的破海面 在痛苦中彻底死亡 而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软病毒虽然被称为病毒 但却跟别的病毒完全不同 因为它们竟然是不携带核糖核酸的 全身只有蛋白质 这一点让人类对软病毒束手不策 无法对其进行靶相消灭 因此 迄今为止 感染软病毒的人基本就只有死路一条 要想避免感染软病毒 就只能从源头上杜绝 那就是不吃人肉 说实话我真的有点怀疑 这个世界是